近日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以东海域组织编队各舰开展多克姆实战化演练 当地时间上午8点 五湖舰发现不明空中目标来袭 舰艇立即拉响战斗警报 并对其实施干扰 在干扰弹的掩护下 五湖舰迅速调整航向 果断组织副炮射击 一举将空中目标歼灭 空中威胁刚刚解除 敌海面目标又高速向我接近 五湖舰官兵操纵舰艇迅速接敌 抵达射击阵位后 对敌目标实施连续炮火打击 舰艇实弹射击完毕后 编队组织特战分队进行多型轻武器射击训练 训练中 特战队员根据海上不明快速小目标运动情况 不断调整射击位置 综合使用信号弹 爆震弹 重击枪等武器 对海面目标实施警告驱离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 我们是利用护航舰系组织实施的 在统筹制定训练计划时 编队综合分析周边态势 科学选取训练海域 使练兵备战与护航行动有机结合 实弹射击前 编队还组织了海空立体搜救演练 五湖舰接到某商船船员落水求救信号后 火速赶往出示海域 舰载直升机紧急起飞前出搜寻 搜救中 载舰与直升机密切协同 救生员与脚车手相互配合 成功营救落水船员 完成了舰机协同搜救 伤病员转移救治等科目训练 在直升机救护过程中 搜救员需要不断地通过手势 与机组人员进行沟通 调整直升机的悬堤位置 以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落水人员救出 在连续几天的训练中 他们充分发挥装备最大效能 先后完成了联合反海盗演练 直升机跨昼夜飞行 舰艇实弹射击等20余个科目的训练 在远海大洋掀起练兵热潮 我们始终秉承护航在远海 训练在远海 战斗在远海的思想 在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护航任务的同时 整合训练资源 将实战化训练 贯穿护航任务全程 不断提高部队 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和远海综合作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